首先謝謝一一人民銀行的邀請 還有現場各位參議員服務員的前輩大家好 那大家看到我 那個樂多多集團它本身有六個品牌 那我是代表 我是直接跟品牌連結的叫做肉多多 那這個其實我 老實說我還沒做過其他領域的工作 只是一直都是在公關 只是在不同的產業做公關 就剛才從主持人講的我做過媒體 我在媒體我不是記者 我在媒體還是當公關 我也在飯店待過八年 然後後來轉到這個 現在這個樂多多集團五年 目前是我待職場最短的一個期間 那我們現在總共有六個品牌 那有機會再跟大家一一介紹 好 那我現在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的一些求財的管道 其實跟大家差不多 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 最主要 這本清源最主要的來源 跟大家一樣 都是從網路銀行 特別是一一人力銀行這一塊呢 對我們的協助非常的大 不管是主動投履歷來 或者是說我們用海選去海撈 是主動去撈 覺得很適合的人選 從別的產業搶過來 這個都是要做的 第二個是內部推薦 那內部推薦 這個也是非常的好用 為什麼呢 我們曾經就是 當然就是內部推薦 有時候會淪為 會有一個 人家會講說 你這樣有點像是挖腳 我認識的朋友 這個當然會有一些爭議 可是我們曾經做過的那個內部推薦呢 是那個姐姐帶妹妹 哥哥帶弟弟 這樣一起進來做 因為我們有一個品牌 今年過年前呢 在高雄星光三月開幕 那要找一個店長是怎麼樣 我們就從新竹店請店長過去 新竹店他就帶了他的妹妹一起過去 那當然是你要這樣調動 你一定要有一個很大的誘因 我們提供的誘因 除了一些津貼的補助之外呢 而且就是你到新一個店 其實大家都覺得是說 我們比較年輕一代的是 一個脆弱的草莓族 可是真的你跟他們講一些願景 或怎麼樣的話 他們還沒有很有心的 認為去做一個開槍闢土的工作 他們是有意願的 所以等於是說 我們不要低估這個年輕人的潛力跟實力 然後師長引建跟在校生實習 或儲備製助 這些大家都在做的 現場爭裁活動 不管是就業博覽會 或者是就業服務機構 不過這一點 我必須講老實話 我不知道現場有沒有政府單位的人 然後縣市政府單位的人 其實對我們餐飲業或服務業來說 這種大規模的招募的這個來的人 其實不見得是我們想要的人 就是不見得是我們的TA 甚至有些 蠻多人來是因為他可能在前一個工作被Lay off 他為了蒐集可能六個印章 他才可以再申請補助還是什麼 所以不見得是我們需求的 然後我們又畫紅點的是 報紙雜誌真材廣告 大家會想說什麼時代了 誰還看報紙分類廣告來找人 這個有時候還真有 像是什麼 像以前在飯店的時候 整床的阿姨 整床的阿姨不會上網 你給她上網 她也可能不是那麼清楚 可是真的會從這種傳統的 這種真材的方式來找 或者是以我們餐飲業來講的話 洗碗的大姐也不會上網了 就算人力銀行再怎麼無遠佛界 他還是不會去透過人力銀行來找 所以這時候報紙的真材廣告 就非常重要 然後這一點最直接的 你在公司的網頁 或者是在你的門店貼一個真材 來了那 就是一些很醒目的標示的話 它也是蠻吸引人的 走過經過他就不會錯過 那政府的專案計劃 人才仲介機構 像是Head Hunter 這個對於餐飲服務業來講的話 我覺得Head Hunter這一塊也可能 因為有時候 你可能一年會砸千萬 特別是現場如果有五星級飯店業的 有些五星級如果是在 國際飯店工作的專業人才的話 他可能年薪高達千萬 那對於餐飲服務業來講 每一分錢都是辛苦錢來說 你要花千萬請一個專業經理人 然後這個人呢 他也要能夠接地氣 所以這個是蠻大的一個考驗 毛稅之間 我們從毛稅之間找到多少人 你知道嗎 他只是從客服信箱 寄投履歷 不是投履歷 說他想要去哪一個地方工作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所以等於是說 你透過各種管道可以跟消費者直接接通 這也是你也可以找到 因為至少是說 他會對於你這個企業 你這個品牌已經認同了 他想要來找這個工作 這個至少是說 大家有個共同的共識 來找人才或是找工作的話 這是很好的利基點 好 下一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結合媒體跟網路聲量 現在網路聲量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 我這邊一個數據我今天早上才聽到的 這幾天不是那個經典賽在台中 非常的火紅 應該是全台都火紅 那請問大家知道 網路聲量這兩天最大的是誰嗎 最高的是誰嗎 有沒有人知道 猜一下 老師猜一下 不是媽媽市長 不是李維拉 是樂天女孩林鄉 你如果去 有沒有人不曉得林鄉是誰 都知道林鄉 炸裂 不是炸裂是果果 就是林鄉 它引起的這個網路聲量 其實網路聲量很容易就是 有時候可以轉成一個商機 來講 所以我們來講說結合媒體跟網路聲量 其實也可以幫助協助我們來找我們適合的人才 因為現在很多找工作的人 他第一個動作 不是他第一個動作 他可能會去上你的官網 上你的粉專 去了解你這個企業 或上Google搜尋你有什麼新聞 因為有時候上新聞不見得是正面 有時候是負面的 各種的 他會先做這一個功課 不是說因為你這個品牌大什麼 他一定就是 你就撈得到這個人 所以的話做功課 所以等於是說 你如何創造你的網路聲量 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這邊就是說 我現在在樂多多集團五年來 我舉我合作過的兩個網路聲量的例子 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呢 剛好人力銀行有一個議題 其實這個議題是很硬的 就是餐飲業主管傳授面試技巧 你要想說這個 怎麼可以講一個小時直播一個小時 撐不下去嗎 那還有一個 反正就是什麼 進入餐飲業 一些美角這些東西 這個是很硬的題材 可是我們想要怎麼做 攝影棚 我們就問一下 攝影棚可不可以用明火 可以 有沒有消防的設備 那我們就在直播現場煮火鍋 就邊煮邊聊 有什麼樣的活動 那包括我們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的那個發言人 還有裡面 然後今天引領大家入座的Eva 那等於說我們 這是他本來是一個面試的主考官 可是他同樣是品牌的負責人 所以呢他順便也介紹我們的產品 那這樣子透過這個直播呢 而且人力銀行的直播很常安排在中午 中午你推這種吃的一般效果是最好 所以對於餐飲業如果有 不僅是人力銀行 其實很多的這種自媒體 他都有這種直播或什麼管道的話 大家都可以善加利用 甚至有些業者 你動輒你就有十幾萬粉絲的話 你也可以參考這一個東西 那下一個 同樣是人力銀行合作 這一次呢我們找一個台菜王子 黃景龍上去 黃主廚呢很多直播 因為他會帶貨 他會賣貨 他上過很多 可是他 他說他第一次怎麼有機會 去上人力銀行的這個直播東西 所以他上面也講一些東西 他怎麼去研發這個客家鹹湯圓鍋 所以這樣的 然後從這裡面我們也研究出很多 所謂的這種透過網路聲量的一個SOP 例如說我要進他的攝影棚的時候 我的食材要怎麼準備 在鏡頭前我們要呈現最好的時候 我的肉盤 大家知道放久了會塌 所以我要弄成肉捲 我先冷凍的方式再怎麼弄 然後配合直播 馬上能夠立即的呈現 然後呢這個 最後拍完了一堆食材 我也不能帶回去 或退回那場的廚房怎麼樣 這時候人力銀行的工作夥伴就很給力 就是一起幫我們消滅食物 把這些食物通通食材 我們也不用帶回去想說怎麼處理 大家一起來消滅這個食材是最好的 這個穿主廚裝的就是黃景龍主廚 台菜王子 這個發言人又出現了 還沒有 這個 好 不好意思我懂網路聲量 可是我對於這種器材類的東西 真的很沒有責 所以我們家的一些 以前所謂的路方影集或什麼 那個時間永遠在挑的 因為我也不大會挑這個東西 好第三個我們曾做過的 就是所謂的火鍋趴真材 這一點我是希望就是說現場 不管是餐飲業服務業 你絕對要善用你的產品和你的服務 來做一個真材 我們曾經做一個火鍋趴真材呢 還吸引了各大媒體 甚至有些媒體還出動 SNG車來做現場連線 我們是怎麼做 一批人 例如說這邊的人 然後在面試 那這邊的人幹嘛 在吃火鍋 然後時間到了 換手 這邊的人在面試 這邊火鍋 這一點有一個好處 就是很多我們來面試的時候 他就是可以看到你現場是怎麼操作的 而且進一步去了解你的商品 所以這一點呢 不僅是引發蠻大的一個效應 熱潮就是大家來參加我們的 這個所謂的火鍋趴的真材活動呢 也同時呢 他對於這個整個就是你整個企業 你是怎麼運作 你的內場外場怎麼做的 他也有一個了解 那我想我現在有問說 我們又不是像你們是連鎖集團 我們哪來的公關 哪來的資深公關 哪來的公關老屁股來操作這些東西 不見得 最近大家有一個新聞 也是講網路聲量的 新竹城隍廟 有一個首部殘缺的一個伯伯 因為就是好像有小屁孩在講他的 產品不好 所以生意力不好 這種東西 可是後來就是很多人湧入 甚至不管是支持他的代用餐 或者說直接用餐 就是直接去購餐去支持 那他這個聲浪已經進行一個月了 他還是居高不下 那你說他是大企業嗎 沒有 他是新竹城隍廟的一個攤子 可是他善用他的自媒體 讓自己被看見 所以呢我想說成立粉專或怎麼樣 不是一個很難的事情 大家就是你只要能有梗 最基本的是你的產品一定要好 你的產品好 你只要有梗 那麼他真的一定會被看見 不管是媒體報導或是怎麼樣 那我再講說這個網路聲量或媒體 我再分享我自己一個小故事 我以前在五星級飯店 就是當公安經理的時候 有一次在採訪的時候 主廚出來雀場不能說菜 他沒辦法就硬著頭皮上場了 開始我在說菜 然後那一則報導出來了以後 改變兩個人的人生 重大的改變 第一個改變我 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的集團的頂頭上司 看到了這個報導 居然說這個人口條還不錯 然後說菜什麼 其實完全不下廚 完全不會煮的人 也能夠將人家糊得一認一認的 第二改變的人生 是誰的人生 是那個主廚的人生 那主廚他應該有點棄不過去 想說為什麼 我才會煮的人 我沒辦法上去講 那個人不會煮的人 在上面講的 好像還蠻有一回事 所以那位主廚 他說他以前學歷不高 因為可能那個時候 會做餐飲的環境 都是可能就是 家境不是那麼好 你自己去做餐飲業 你還可以養活全家的人 還有一個就是不愛念書 可是他為了這個 他竟然主廚 重新回去念大學 變成說 每週要去做presentation 要做報告 去做聯繫 要四年下來 他現在也是說學漏唱 一個全才型的主廚 所以網路聲量 真的可有機會去改變 不管是一個人 甚至一家店 甚至一整個企業的人生 也希望大家有機會 就是多掌握一下 所謂的網路聲量這一塊 好 我們的最後一面 就是說能坐下一起吃火鍋的人 都是同一個世界的人 所以我們也希望大家 習財 愛財 有機會的話 多拍拍 多安慰 就是我們同場的服務人員 在這邊工商服務也一下 這個經典飯店 經典酒店 斜對面台中收購13樓 有一間肉朵朵 大家走過經過 請千萬不要錯過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愛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